你真的是一隻很傻 很傻的鞭 你路上就算跌倒 也常常都沒有聽你說要放棄 花了十年 我自己變成獨立自主的勉強人 就花了十秒 把我變成一個笨蛋 這一條線 這是把你的權利 我要跨過去 像你跟盧卡斯之間這種 只憑一時衝動 完全不計較現實後果的接聽 你根本就撐不了多久 總比你好 你的三十好幾了 還姑娘一隻 我唱出你們戀情 完全不會超過一個月 如果那個時候就知道 後來我們將會再度分開 或許我就不會踏出那道門 如果我說 愛我沒有如果 錯過就過你 是不是會難過 如果拿來當結果 那愛是不是有一天柔 如果我說 愛我沒有如果 真的愛我就放手一波 還想什麼還把什麼 快牽起我的手 有人說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 你不是生意死 而是我糾正在你面前 你絕對知道我 愛你 我常說 如果人類連愛一個人 都被自己捧住 那世界末日已來到 不需要等到 地球會滅掉的那天 如果 如果我說 愛我沒有如果 如果 錯過就 你 是不是都難過 如果 拿來當結果 那 是不是 要一天柔 如果 如果 我常說 愛我沒有如果 真的愛我 就 手一波 還想什麼 還別怕什麼 快 牽起我的手 如果 如果 沒有如果 如果 如果 最後變成如果 我 天哪 麥可 迪貝 你真的 這麼崇拜他嗎 當然啊 麥可 迪貝 別以為 二十世紀最偉大的 外科醫生耶 他在學生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發明 滾筒式幾筒 開啟了 喚醒手術的年代 而且他也是第一個 進行動脈瘤手術的 外科醫生 雖然他去年過世了 但他發明了 CABG技術 卻造福了很多人啊 如果 可以去他認識的醫院 留學的話 一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啊 你的托福神機構高 還是信長第一名 只要提出申請 相信一定可以入學到 如果我真的要出國 我總會怎麼想 怎麼樣 要現在直接申請嗎 我會再考慮一下 這還要考慮啊 好 那我就等你的答覆了 對了 過幾天要舉辦 清晰計畫的座談會 時間地點 袋子裡都有時針表的 好 如果真的決定要去 就別忘了來聽座談會 知道嗎 知道 好 那我先回去了 你也快去上課吧 好 好 兩年了 還是應該好好跟物雙討論 雖然我真的很想去 但畢竟要離開兩年耶 不過只要跟報告資料而已 你還真用功 我一直都很用功 我已經實行想要問你一下 快點 快點 沒有 真的已經選極了 看到這個還會笑 真的很奇怪 不是啊 你看 他說這隻母企額叫做小甜甜 那公企額不叫做安東尼啊 我只聽過小甜甜不安逸 小甜甜安東尼是什麼東西啊 对哦 难怪你不知道 因为这漫画再出的时候 你还在天上排队等到胎呢 你知不知道企鹅 其实是一种很专情的动物 他们一旦找到对方之后 就会认定对方一辈子 交背后呢 他们就会轮流留下来负担 而另外一只就会出去觅食 可是你知道吗 出去觅食的那只企鹅 很有可能被海报吃掉 再也回不来 但被留下那只企鹅 并不知道 它就是一直在冰天雪地里面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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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再也回不来的另外一半 以前我觉得企鹅这种习性是很浪漫的 但学长离开我六年的时候 我才知道被留下来企鹅的感受是多么孤单跟寂寞的 我对了 你刚刚跟他跟我说什么 你干嘛 我爸爸派派同学看起来 我怕什么怕 你那么正 我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属于我的 嗯 嗯 但是你做教的谈恋爱还是低大点啊 他不是助教啊 不过你说对了 我们是真的在谈恋爱啊 还不敢过来叫大嫂哦 好 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大嫂啊 不然这样 晚上我们在当你朋友开的那间POP玩 听说今天有特别的活动哦 对啊 对啊 带着武装大嫂一起来吧 就当做是我们庆祝你的女王吧 嗯 嗯 那就直接电了 OK啊 那小诚晚上也起来啊 好啊 我再一起去好不好 好啊 一起去 陪一群小鬼去POP而已嘛 有什么来不及 我的体力 可不输你们这些七年纪生呢 一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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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还干什么啦 你看他完全隔绝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你太夸张了啦 我们在交往 情侣本来就要互相适应彼此成果方式啊 我跟你说 女人啊 不管几岁 在这一方面是非常脆弱 非常敏感的 不要说我这个做兄弟没警告过你 这种压力啊 不可以忽略 OK 你看他 作为多没有来追赶啊 太累了 你赶快去陪他 你赶快去陪他 我忙我的 快 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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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能录我的女朋友 唉唷 先看这篮球 搭一下衣服 慢点 可以吗 先喝什么 我自己喝 刚好 是不是这样 我刚才 不要害怕 平常都是我在照顾自己的小子 小准 你们自己讲 有沒有 卡斯 教這個女朋友 真的很壯 是不是 來 大嫂 你在哪裡工作啊 我啊 我當iPhone主編 真的假的啊 無雙姐還以為在先動作 是不是認識我中藝人 我也差點當明星的 無雙姐 我今年剛滿18歲 你只有適合做這行嗎 你這麼正營地OK啦 等你紅了之後 記得要帶我參加貴婦的派對 很OK啦 明星 貴婦 名媛 可不可以停止這些腦殘的幻想啊 腳踏實地想想自己 未來該做些什麼啦 18歲 我的媽啊 她出生的那一天 我已經考高中聯考了耶 不是要跟那些無知的妹妹 繼續聊天嗎 我們跳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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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無雙姐 你要不要跟我們一起去跳舞啊 剛好 我也想跳舞 走啊 哈哈哈 這就是貴婦 很可愛 這個 今天是我們七年幾生之夜 但是也是波蠻跟波到天明之夜 他希望他會慢慢跳舞慢慢玩 怎麼樣 剛好了嗎 說真的 你跟盛大姐終於修成正果了 又說到這個 你記得你們T大有個很瞎的一個傳統 是跟情侶有關的那個 你也知道那個 鐵牛發光斬的代理傳說 對 鐵牛發光斬快到了 鐵牛發光斬是什麼 就在我們學校後山有一次電動鐵牛 每年中秋節都有很多情侶去挑戰他的鐵牛傳說 沒錯 正所謂鐵牛一發光情侶就會散 只要情侶能夠征服這隻電動鐵牛的話 從上面不會摔下來 然後呢這就代表他們的戀情 經過考驗之後會成功的啦 好浪漫喔 小陣子的你一定要挑戰成功喔 卡斯我們一起去怎麼樣 我OK喔 無雙OK我就OK啊 無雙姐如果怕摔可以不要勉強啦 聽說那個電動鐵牛真的很厲害 這種激烈的運動還是比較適合我們年輕人啦 萬一閃到腰傷到骨頭那就不好了喔 我家自社的工作也蠻忙的啦 我家自社的工作也蠻忙的啦 家裡不一定有空所以再看看 這支出事就很忙呀 我去外面打電話 唐宋海 跳得很好 我們接到的啊 好 我們笑啦 謝謝 兄弟啊 我看你要自求多福了 这段有时差的恋情 早晚有一天让你头痛 心有闷的 你说的没错 也许我跟无双都还要慢慢调整我们的时差 可是时差总有一天会调整回来吗 是吗 难道你不知道 女人跟男人的结婚生子计划表 永远都不会同不代 结婚生子 会不会太快了一点 嗯 切光好精致哦 你也喜欢带战战啊 女人怎么可以抗出得了 增加的活力了 对不对 是不是算好像有这个意思 废话 他已经在试婚年龄的尾端 他当然急啊 我们才25岁 对耶 距离成家立业啊 太遥远了 最重要的是我现在还在读书 如果要跟无双结婚的话 对他来讲应该也是一种负担吧 嗯 而且今天我爸才告诉我 我们学校有个让大五学生出国进修的计划 你要出国念书 我也不知道啊 可能无双现在应该不能接受我出国吧 而且他还要等我两年了 现在我也舍不得把他一个人留在台湾啊 再说 你觉得无双有可能会为了我放弃他的工作吗 就算他肯放弃 他跟我出国他要做什么 难不成让他赚钱来养我啊 偏偏这个机会很难得 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铁牛发工伞 无聊透的 难道他们都不能讲一些对这社会有意义的话题吗 那卡斯跟他们在一起 会不会变得越来越有致啊 诶 卡斯他的女朋友真的很夸张耶 他们两相超八岁耶 而且我想卡斯八成是为他的钱才会跟他在一起 看他刚刚买单买的那么爽快一定很好捞 其实也没那么夸张啦 可是卡斯真的很像他俩的小白脸耶 不然他才真的这么好 怎么会跟这种熟过头的手女在一起啊 嗯 现在他是包含得还不错 可是如果再过八年 四十一岁 真的才不忍睹 你真的很坏 不过四十一岁真的蛮老的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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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好 八年的那一条线 就算我再怎么努力想忽视 外面的人 却还是看得一清二楚吗 我们之间的时差 不管再怎么样互相配合 还是没有办法赶上彼此的脚步吗 老公 老公 不说北 没有空 追得了 阿布 你是怎樣 今天社長還問我說你為什麼不理他 現在又這樣 噓 我告訴你 有事情要處理一下 快 我老實跟你講 我跟你們社長只是玩玩而已 會陪我走一輩子的 是志摩叔叔 為什麼 唉呀 你看你們社長 條件又好又多金 我看他只是一時迷戀上我的肉體而已 以後適合他的女人會出現 可是我跟你們志摩叔叔就不一樣 我們的年紀差不多 生活圈也差不多 聊的話題也差不多 可是吳雙妹阿布要跟你講的是 坎氣跟玩玩是不一樣 坎氣是一輩子 女人餐 那社長怎麼辦 唉唷 這樣 唉唷 小姐 來啦 把這個便利貼給她 你打啦 Sorry, it's too late 這句話怎麼那麼熟 你打算跟那個Luca 撐什麼時候結婚 阿布,我們只是談個戀愛 壓力不要那麼大好不好 而且我們才剛交往 善無雙,你今年如果是二十三歲而已 我會給你壓力嗎 你不趕快跟他結婚 阿布怎麼放心 萬一他哪天拋棄你,你怎麼辦 請問,你是No Time可以交男朋友咧 很想知道你的閃光跟我的閃光 到底在說什麼 你會記得你頭一次去到我已經扶新廟的時候 剛才他們母的兒子 他們在求什麼 知道,因緣嗎 沒錯 如果加溫妙你的角度來說 不管當年會長多久 沒有啦 就算說像你跟他一樣,這樣拋得豐豐烈烈烈 最後如果沒有一個結果,都不算真人 那都是假無形的啦 這樣你聽得懂 我聽得懂 只是,我跟無雙還沒有聊到那麼深入的部分 變點兒競了啦 女婦叫聲比較好 該表示的時候,就要給他表示下去啊 女人需要安全感 所以我們就要給他確定感 所以喔 拜託的,咖啥比較快 那不然那個傘傘的女兒子 你如果不假,那個阿伯的老母也不想跟我結婚 還叫抓頭皮 你就是這樣啦 老公就結得不得不緊啦 你總之無雙也跟你一樣不在乎 你看看 整個月了耶 繞下去就高齡產婦了耶 其實他心裡喔 是急得不及你火燒爛爛的啊 那CD 把你的聲音丟在角落 看電影 到結局總是配找的錯 你要的故事讓你去說 我要的生活好好過 寫日記 寫不出是誰的感受 夜空裡 每個人都有一個星座 你到底懂不懂 我只要一點溫熱的觸碰 你到底懂不懂 你到底懂不懂 有些話並不是一定要說 你總說愛情之所以為愛情 誰都在揮霍 我想得聽著你就也許 只是時間的荒謬 我沈迷的感動 與你不同 我的了解讓我自由 我的了解讓我自由 我的希望 綜藝 你都靠近了 我平常都能找到 我自己接著 你都會讓我看到 我對天神的 我平常都很難得 很好 我平常都不敢 诶 这样啊 你说有几个学生会出国 那明天也会出席那个座谈会 是替他医学系的 OK 好 这样我采访起来也方便 对了 洛基 你先去帮我整理那些资料 我要亲自去采访 好 就这样 OK 专家建议年龄超过三十四岁以上的孕妇 应该出羊毛穿丝 以细穿刺针 穿丝孕妇的腹部只够害羊毛腔 三十五岁父女生下唐诗症的机遇是 二十岁父女的四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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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这样下去 好 好 好 不说得对 好 三十三岁 是雪玲玲的事实 你帮我跟你说 女人不只外表可口以外 还要保持爱情的新鲜感 像我跟汤子潮就扮演角色扮演 《恋爱守着》No.1 女人要千变万化 男人才不会出去采演话 所以卢卡斯 你要记住 今天我不是善无双 我是男丁格尔 善 我让你背倒在我的护士裙下 你自己开一点好不好 更开一点还可以吧 你们出去买个商品买那么久啊 可口的在家好不好 欢迎回来 院长 伯父 夏小姐 哎 你怎么也在这儿 哦 也在找卡斯的吗 你改行当护士了 嗯 不是 我最近有那个打听到一家医院 就是这十年来收了三亿元的药品回扣 我想说去做调查才会变妆 对 的确这种事我也是又而无的 赛小姐坦白说呢 从前我对记者并不是很有好感的 但认识你后我发现 你们的工作跟我们一生一样 是很有社会责任的 哦 谢谢 嗯 其实今天是 卡斯约我来跟他女朋友见面 请问 他们来干嘛 哎 有东西吃哦 你最爱吃的台积电 爸 你怎么提早来了 嗯 爸 我跟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吴双 你们之前就认识了 嗯 他就是我现在在交往的女朋友 伯父 请喝水 谢谢 三小姐真是令我的意外 没想到你就是卡斯的女友 卡斯这阵子 麻烦你照顾我 哦 没有没有没有 其实是卡斯 一直在照顾我 包容我 医学院压力大 调剂心情 谈谈恋爱老爸是不会反对的 爸 其实我今天请您来 主要是想要介绍吴双 给您正式认识一下 嗯 而且我跟他也不是随便谈谈恋爱 我是以结婚为前提和无双交往的 也许现在不会结婚 但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娶她 所以我在想 我想先订婚 我想先订婚 赛小姐 你也是这样想的吗 你会 嫁给卡斯吗 我 我还没有正式向无双求婚 不过我想先让您知道我的想法 我实在太惊讶了 我自认不是一个守旧的夫妻 但我没想到我儿子会跟个 大大这么多岁的女生在一起 我也没有想到 他会这么快的就 考虑结婚的事 那关于出国培训的经营计划一事 你打算怎么办 我 你也在经营计划的出国名单内 没错 没有 卡斯没跟你提起这件事吗 没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要出国两年 当然还是要看 卡斯的意愿 但我本身 非常希望他能参加 爸 我没跟无双提过这件事情 是因为 我不打算参加今天计划 既然如此 我也想让你们知道我的想法 帅小姐你也清楚 卡斯辞了一年才回去念医学院的 他还要两年才能从学校毕业 毕业以后还要几年的训练 才能正式成为医生的 至少要到那时候 他才有稳定的收入去负担一个家庭吧 可是善小姐你能等到 快四十岁了 卡斯 在跟你结婚吗 卡斯你很年轻 现在真是你全力称赐的时候 你才二十五岁 还有很多的事是你没经历的 一旦结了婚 你就要开始对别人的人生负责 有很多的机会 你就不得不放弃 你有认真想过吗 你们本来应该朝着个人的人生目标前进 但我很担心你们会不会因为彼此而停止不起 甚至成为 对方人生中的绊脚石 爸 伯父 我想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就像这一次 卡斯有机会出国 但也很有可能 因为我而放弃是吧 爸 我本来就不打算参加今天计划 不是因为无双 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为两天好吗 你以为结婚是什么 拿来宣告只要有爱情就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保证书吗 你以为你现在跟善小姐求婚 就叫负责了 儿子 儿子 就凭现在的你 有能力给她幸福 善小姐 善小姐时间宝贵 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突然发现 你根本是在 耽误成家 你会不会有一天 你会不会有事 你会不会有事 爸 你说过 trust your family 我的感觉就是要把我眼前这个女人 把她留在我的身边 而且我有自信 我能够给她幸福 如果真的是这样 我也希望你的直觉是对的 我话就说到这边 善小姐 告辞了 爸 爸 你不是小孩子了 我也没有权利 指引你的决定 只是你这么快 就决定求婚 我希望你至少先去了解 结婚要负担什么责任 去了解 这对你对她 都是人生一件多么重要的事 再来告诉我你可以决定 你是真的不想参加那个计划 还是说就像你老爸讲的 是因为我才拒绝 拜托 我根本不想去啊 那只是过来一个普通的陪凶的计划 而且我看过他们课程的内容了 会一点兴趣也没有 再说我们台湾的技术也不输他们了 我在台湾一样学得到 而且我们才刚刚在一起 如果要我离开你两年 不如让我一开始都没回来过就好了 只要痛成了就习惯了 没关系啊 如果可以的话 或许我可以看到没有什么课程 去上一下 当作是金雄吧 但后来把台湾的工作词了 在美国当一个穷学生 花光你所有的积蓄 开玩笑 能够两年起码要花两百万耶 而且那是很辛苦的 我也不想你因为我 改变你原来的生活啊 再说 你台湾的工作做得那么有成就感 我不希望你为了我中断你的事业 我也不想你为了我 而改变你的人生 你懂吗 就像你爸讲的 不想要到你人生的绊脚石吗 你绝对不会是我的绊脚石 你是我找了好久的钻石 虽然我现在只是个学生 我只买了几水钻 可是这个戒指 包含了我所有的承诺还有真心 也许我现在能力还不够 可是不管等到我几岁 我都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来给你幸福 我从来不觉得你没有能力让我幸福 可是就像你爸的讲的 你还年轻 就连我二十五岁的时候 结婚 我想都没有想过 这真的不是你这个年纪 现在该经历的 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太早 少庄 我刚刚说过了 现在我还只是个学生 我们也才刚刚开始交往啊 我知道你有面对婚姻的压力 可是请你相信我 等到我能给你我想要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就结婚 好了嘛 不要担心啦 来 抱一下 抱一下 抱一下有没有觉得比较安心啊 嗯 嗯 好了 有啦 心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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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很年轻 一旦结了婚你就要开始对别人的人生负责 你不是认真想过吗 但我很担心你们会不会因为彼此而停止不起 甚至成为对方人生中的绊脚石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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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着去上课吗 嗯 嗯 上一次半夜萌喝酒 是她以约和我告白失败的时候 现在的求婚 对路卡斯来讲会不会负担太大 你看 这对姐弟脸终于出头天了 看不出来这女的还比男的大 拜托 对方是季妹妹 我以前的偶像 要是我也该怨啊 对不对 你看季妹妹 她呢真是 身材好 扁淡加皮肤白皙 真又甜美 哪像 哪像 这 哪像这一位怎么看就怎么 怎样 怎样 都说了是以前的偶像了 她叫美眉 不害臊 拜托拜托 这位姐姐 你知道美眉这两个字 对男人来说有多重要吗 你看 麦克道格拉斯爱凯撒利 郭首富爱狗狗 这根本就是男人的天性 男人天生就爱一对美眉啊 嗯 我觉得啊 像季妹妹这样就是最好的了 因为她永远把自己打扮成 刚好让男人垂涎欲滴的熟度 又甜美又可爱 站在王女旁边 一点都不像姐弟恋啊 对不对 哪像你啊 老是穿了一副过熟的样子 看起来永远都像这样去参加母姐会 我告诉你 那是你的小蝌蚪先在水里 以为你是一朵漂亮的莲花 等它变成青蛙跳上水面以后 才发现 哎呦 这不是老莲楼啊 我的妈啊 千万千万哦 不要嫌我们嘴巴毒 你好好听一听 我们男人最中肯的建议 就算是要姐姐来陪呢 也要披着妹妹披的姐姐 对对对对 为了你的小蝌蚪啊 好好去向季妹妹学习吧 去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是让他改变一下啊 至少跟他站在一起 还可以比较搭啊 奇怪 还没有来啊 因为好今天晚上还买书柜的啊 他平常也不太會濕到 來來來 做一球過來 所以我們先提美人騎馬雞 每次15分鐘 每天兩次 就等於步行一個小時的運動量 腰馬合一 扭腰先提 輕輕鬆鬆強化你腰部 腹部 臀部的肌肉 可以說是休閒訓練 居家運動的必備涼板 你覺得你的屁股下垂了嗎 還是你覺得你的另一半 已經從吳如腰變成了水桶腰了呢 各位小姐不能錯過 各位先生更只要看我來 一隻手黏著賣85的 因為難得快點帶一台回去 送給親愛的你一半 不管是老婆 阿布 還是女友騎步 只要騎上我們這台先提美人騎馬雞 身材喔 就能像現場這位妹妹一樣 玲瓏有刺 麻辣香菸 沙沙沙沙 沙很大 剛剛聽到這些 憎恨不得一覺醒來就在休閃 其實你想出國 我是有一點想去 可我沒有告訴你原因就是因為我真的不會去 你這樣為了我 勉強一輩子 難道你看不出來為了我維持對人的感情 我付出多大的努力嗎 如果我今天寫學獎的話你就不會這麼透苦了 吵架的時候提到前男友是最大的忌諱 女生的愛情就是比男生多了一些不勇敢 你應該要覺得高興 因為她的不勇敢 是因為她在重視你 我也要想像我跟武裝分開的時候 我能為她改變些什麼 那CD把你的聲音丟在角落 看電影到結局總是被找的錯 你要的故事讓你去說 我要的生活好好過 寫日記寫不出是誰的感受 夜空裡每個人都有一個星座 你到底懂不懂 我只要一點溫熱的觸碰 你總說愛情之所以為愛情是用來揮霍 你總是漫不在乎當我看著自己的細薄 你編織的感覺當你琢磨 你比我的夢境還困惑 我看見愛情之所以為愛情誰都在揮霍 我想的天成地久也許只是世界的荒謬 我沉迷的感動與你不同 我的了解讓我自由 我沉迷的感動與你不同 我的了解讓我自由 我沉迷的感動與你不同